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0日 刚才呢,从国内的网站上 就看到了一段视频节目 这个节目录制是重庆发生的 南岸区叫突山镇 有几个城管人员对这个摆摊 老百姓啊,在检查这个工作的时候 不知什么原因,具体原因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视频节目是比较简单的 现场的画面不是太清晰 城管人员就对一个小商小贩 而且是为女性大打出手 动作非常粗鲁 那么殴打了几下之后 这位女士呢,转过身 逃跑 这个城管又追过去,继续尤打 那么这位 这位油弱的女人呢 终于非常愤怒 举起了菜刀 最后呢,把这个城管人员的手 手腕子好像啊 手部胳膊好像 砍伤了 现场这个画面非常的 这个看了视频非常的 这个震惊啊 我给大家简单的播放一下 如果有一个有版权的问题的话 希望这个拍摄的这个视频的 这个作者谅解啊 因为我没有 我的能力有限了 条件有限了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我们的旅程中文字幕 我们的旅程中文字幕 这个是最后的 这个是最后的 我们的旅程中文字幕 这个是最后的 声明 我是不主张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 特别是作为这种公权力 执法部门 这个城管人员 如此粗暴野蛮的对待这个小商小贩 结果招致了什么 招致了这位女士就反击 那么这个事情 接下来重新怎么处理 你陈命尔是市委书记怎么处理 我是比较关心重新的事情 这个与公与私都有这个坚固 都有考虑 这件事情 是我非常自然的回想起了 2008年发生在重新的一起 例三件 2008年的7月30号 在重庆市余宗区 这个金牌酒店这个旁边 发生了一起案件 有三个城管人员 叫周鹏 戴建和肖寨员 这三个人 他们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 是余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这个叫市容邪管员 市容市贸嘛 邪管员 这三个人 他们当时就是野智 这个对这个老百姓啊 有一位姓刘的这个小商小贩 摆摊设点 摆摊卖什么东西 卖那凉粉 你想凉粉 卖就是估计就是一块钱两块钱吧 卖多少才能 维持温饱 这老百姓多么的可怜啊 城管是应当帮助他们啊 这个维持生活 应当是帮助他们 没有想到这三个城管 也是对这个刘牧牧进行呜打 结果最后呢 刘牧牧最后被当场就打死了 这案件啊 那么我为什么印象深刻呢 我记得当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因为那个时候是博写来当证 是不是啊 我就比较重此件事 好在这个事情在11月5号呢 由这个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了判决了 当时判决讲了 说是这个三个被告啊 这被告人也就是这个城管人员了 这个四中的血管员呢 周鹏 这个判了是无期徒刑 什么罪名呢 故意伤害罪 那么戴剑 也是故意伤害罪 判了12年 还有个叫萧在员 判了11年 这件这个事件当时也是宏斗一世啊 那么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也类似这个 只不过是什么 这个剧情反转了 这个不是这个这位女士 倒地死亡啊 是这个城管 被人这个 这个刺烧 当然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啊 我看那市场的 那现场的视频的节目 视频的画面显示 好像是 胳膊或者手上啊 这个流血了 肯定是一起流血事件 那么这个数不数 这个小商小贩 算是 算不算这个 自卫 自卫反击啊 是防卫 正当防卫呢 还是防卫国当 那么你重新 将怎么处理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有这两起案件 往前追溯啊 我想的更远 只有像我这个年龄 像我这个经历的人 才能就是有这个体会 上个世纪 这个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 这个他就搞了这个城管 城管呢 根据我掌握一些资料 他最早的发明的 这个兴起啊 那就是在大连 就是薄熙来搞的城管 后来演变成了 叫综合执法区了 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是在大连火车站 前面 有一个什么部门呢 战前综合治理办公室 其实就是搞那么 一栋小房子 这个活动办法 最早的时候 那么设立一些什么呢 社会的这些 这个一些 包括一些警察 还有一些 这个社会闲散人 能打能闹的 那么在这个政府的支持下 主要在薄熙来支持下 为了整顿 这个世中世贸 因为他特别重视 大连这个宣传 想照上影子 把城市打扮得漂亮一点 他就对那些在火车站前 摆摊射点的老百姓 打打出手 那个时候 带头 这个殴打老百姓的 这个人是公安局的 叫彭永毅 我今天在这讲的话 承担法律责任 彭永毅 我多次讲过 讲过 他是警察 那么其他有一些人 是属于这个临时招聘的 很多人员 这些人 一个是殴打这些小商小贩 抢夺他们的财物 另外还什么 还对他们进行非法的拘禁 非法的搜查他们 这个衣物啊 这个财产等等 那时候他们抢夺他们的钱财的时候 没有什么发票 他们可以抢夺这些小商小贩 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打伤 打残 可以这样讲 这种案例啊 大量存在 只不过是年代太久远了 很多的证据现在都消失了 不过现在保护他们 为什么保护他们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些人 这个因为大量火车战前呢 这个场地比较大 有一些从那个熊耀城 这个辽东地区啊 农村 过来一些那个 这个贫穷的老百姓 朴实而存朴的老百姓啊 勤奋的老百姓 有的是来卖一些水果 有的来卖一点海鲜 有的卖一些小工艺品 就在那个站前 那个两条马路旁边啊 那个当时有一个小桥 这是那个桥的旁边 这个一方面方便了南来北往的这些游客 另一方面他们赚一点小钱呢 维持升级 但是波及来认为呢 这种情况呢 有碍观战 影响四中 就对就派这个朋友 一带领一批人呢 就在那地方 对他们进行动辄 大大出手 一个是可以就是说 是波及来的政绩变得漂亮 另外一个还可以抢一部分 就是现金呢 不用这个开局发票 那时候也没有 最早的也没有发票 而且还可以经常抢夺 他们的这个肉蛋菜鸡雅鹅 反正是什么都有啊 这个城管这些人 有一个有几辆车子啊 把这些老百姓的东西 小商学院的东西 抢光往这车上一丢 把他们的蹭啊 这个他们那些 就是卖菜的那些 那些工具啊 那些东西 物品全部给砸烂 甚至把他们本人 抓到这个 这个办公室来 训斥 殴打呀 经常这样 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些 是那个 这个所谓低端人口 就是什么呢 残疾人啊 对残疾人 也都大大出手 以至发展到后来呢 在上个世纪中期 这个发生这样一期 就是湖南省 当时有一批人到大连 是做什么呢 是他受别人的委托 就是有人给他们小钱啊 让他们在这个电线杆子上 这个写这个小广告 小广告就很简单 写上一个电话号码啊 你要做什么事 你找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办 他到处去 在这个所有的电信杆子上面 这个电柱上面啊 这个墙上 就留下这些 这个很难看的这些字 这些字啊 这些广告 当时大连给他送了一个 送了一个描述啊 这个语言叫什么 叫这个影响适容观战的 这个狗屁高耀 当时啊 就反对这种小广告 湖南人呢 他们生活比较苦到大连呢 就干这个事 当时有那么几个人 被这个战前综合治理办公室 这些人 也就彭勇一手下的 这些弟兄们 其中有个人叫九子 外号叫九子 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我先记不清了 你想年代多久 那么就抓到大连呢 这个天主教堂 在西港去天主教堂 就把他们关押在那里 有一个湖南人呢 被这酒子 喝完酒之后 吃完饭之后 拖到那个天主教堂 当着那天主的面 活活给打死了 用劈便的抽 一边抽一边 这个取乐 就是讲了笑话 打人呢 取乐 从好像是从这个十点多钟 把这个人就是 殴打 昏迷过去好几次 醒来再殴打 打持续了几个小时 最后凌晨 这个人死掉了 死掉以后 这个事件 当时打的时候 朋友意识到外地出差 没在家里 酒子带领 他手下几个弟兄 大概有 好像是三五个人 打死以后 当时的公安局局长 是孙广天 我记得清楚了 孙广天 孙广天呢 是波西来任命的 大连市公安局的局长 还是副市长 一看这是整大 我认大事了 情节这么恶劣 就下令啊 就把这个酒子 他们抓起来 不过起来 回来以后 一听到这个事 就把这些人 象征性的判刑 就操作了事了 大概这三五个人 可能有的判四年 两年 三年 有的很快就 就放心了 所以歌舞力学 非常深刻印象 当时这个事 影响很大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有一个驻大连的记者 叫李超分 这个人非常有正义感 他就要报道这件事情 中央人民广播 太太和新华智一样 有内参 就通过内参要报道 但是博写也给他施压 最后他也没敢 不公开报道 那么最后呢 对被打死 这个死难者的家属 给了一百万 因为他们可以敲诈勒索 到时候搞钱 给了一百万 封口聊事 这件事情当时给我印象 特别的深刻 那么孙春兰 接任薄写来 担任大连市委书记之后 就对这个综合治理办公室 进行改造 变成综合执法区 为了改变这种 就是寻思妄法的状况 他就把这个 叫沈丽荣 调到这个部门 当这个执法区局长 沈丽荣和我是 非常熟悉 我在大连若做记者的时候 沈丽荣在 复联权益部 那时候她是个小女孩 这个也是 文笔很漂亮 写报告文学 经常盗报社去 其实我和她聊过天 挺好的人 她接手这个 综合执法局之后 再没有发生过 类似事件 那么刚刚讲到 这个2008年 这个所谓的城管 就是在博写来 这个综合 战前综合执法办公室 基础上建立起来 然后推广到全国 甚至他们在有些方面 权力超过公安 所以我曾经多次的 呼吁取消这个城管 其实在公安这个系统 范围内 设一个这样一个 分支机构就可以了 因为你搞这么多 拥有公权力的 这个智能部门 管的范围又非常广 智能又非常末 这个聘用的人权 人员的素质又非常复杂 所以经常会给老百姓 发生了冲突 那么还不错 就不过现在 到了这个崇敬以后 对这个2008年 7月30号发生这个事件 还给了判刑了 最后给了惩处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 我估计可能别看他判 这三个人别看判了武器 12年10年判得很重 但是进去之后 你不要忘了 监狱也是当官的管 当官可以减刑假事 保卫就义不了了事了 也一样 一定和一般的囚徒不一样的 是不是啊 那通过这件事情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你说从上个世纪 大连发生的故事 朋友意义的故事 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故事 再到现在的故事 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重庆经历了几代人 是不是啊 那当然上个世纪 那是不起来在大连的事了 在重庆这次两次了 上一次是2008年 2008年以后 重庆还多次发生过 就是城管打人的这个案件 当然好像打死人的事情 我还没听说过 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教训呢 不能改变呢 陈敏尔不是讲得很好 清除波罗王的余毒啊 后来又是清除孙政才的余毒 那么到了这个 陈敏尔这个执政者时期了 重庆还发生 今天我们刚才看到了 是不是啊 如果不是视频节目 我这样讲 有的人会说我们是造谣 是诋毁 是攻击共产党 是污蔑 但是这个视频非常清楚地显示了 余宗区啊 这个不是余宗区了 这个南岸区啊 叫金山 土山镇发生这一起事件 这个李克强总理曾经讲过 要搞低摊经济啊 大家想一想 这些几天的事 李克强总理是在 这个记者招待会上 自5月28号 讲到6亿人口有1000人 这个收入啊 每月有1000元 怎么收入怎么生活 你想 所以呢 随后 我记得他在6月1号 或者是5月底 他上山东 这个就提出什么呢 要摆摊 帮助罗伯兴摆摊 这个很符合中国的过期 很温暖 结果就摆摊呢 刚摆了没几天就收摊了 就习近平不同意啊 蔡奇主导下的 就北京日报 直接就批评总理 最后也是不了了子的 你再看现在这个 重庆的城管人员 是怎样对待 这位女性的小贩 你想他摆个摊 设个点 哪家带口的 多么不容易啊 你城管部门 你应当是帮助他啊 像雷克强讲的 帮助他们 这个解决生纪问题啊 你就是如果是有什么 他们做的不规范的地方 你还是要采取这个批评啊 建议啊 引导啊 要充满着爱心 帮助的老百姓 怎么能对待他这样的粗鲁 上去就揍人家 你想这一身制服 窜在身上 这是有责任的 是不是啊 怎么能这样呢 而且不是说打完就完事啊 人已经转身走了 跑掉了 还追我去殴打 到底是谁在支持他们 陈敏尔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陈敏尔不用 不要 唐良智也好 陈敏尔也好 不要整天把全部精力啊 都在厄于奉承上席 整天催捧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要是真正的 这个有本事 真正爱自己的老百姓 早就在社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 早就解散了城管了 我不多次讲过吗 没有必要 城管没有必要存在 政府管得越少 老百姓的生活越好 老百姓越受规矩 管得越多社会越动乱 你想这个人 我们亲眼看了 上去就殴打这个 这位女性 这个女性最后忍无可忍 转身逃跑 然后慌乱当中 她举起了就武器自卫 所以下一步怎么处理呢 现在公安已经介入了 我建议这个陈明尔 引导亲自过问之起 案件呢 要保护这位自卫的老百姓 我还要再观察这件事情 不要整天在媒体上撒谎 吹牛编故事 我们看的是 你重庆 每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明尔为什么到了重庆 有部研究2008年 发生在这个城管 大死人的世界 不惜取经验教训 不进行城管体制的一个改革 为什么不这样呢 只是什么 肃清波王于都 把这个波及来的人马 抓了一匹 把自己的幸福安插上去 去完事了 完全是出于内斗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故事 从上个世纪讲到现在 因为我的年纪太大了 有些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大体上还是真实 没什么大的错误 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个画面 这个视频画面 心思非常的难过 你说中国的老百姓 多么苦 你想他在那摆个摊 卖点凉粉 卖点水果 能赚多少钱 那是血汗换来的 结果什么呢 不是帮助老百姓 嘴上讲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群众生命 终于泰山 但是行动上怎么样 像土匪一样 祸害老百姓 祸害了一年又一年 祸害了一代又一代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根本的改变 所以这些故事都说明什么 只有结束总共的一党之争 换人也没有用 关键是换政治体制 中国人民老百姓才能有美好的明天 所以最后我再次呼吁陈敏儿 你要点你的脸皮 真的 你把这个事好好处理好一点 不要倒着来 不要倒行逆势 更不要用这件事情去镇压 这位勇于反抗的小商贩 那么今天这个海外旗探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